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石山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首先继续关注有关香港战中的消息 香港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 10月9日就政府单方面宣布搁置对话表示失望 陈奥辉表示 过去两个星期市民学生经历催泪弹 胡椒喷雾 警棍甚至遭拘捕 唯一的诉求就是要解决政治问题 陈奥辉批评香港政府无意解决其一手造成的政治危机 香港政府当天突然转变态度 宣布取消与战中学联代表原定周五的对话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 由于战中学生当天公布新一轮不合作行动 政府认为对话基础已被动摇 林郑月娥说 学联在10月2日的公开信中 并没有要求撤回8月31日人大常委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 这是为港府提供了较为理性和务实的空间 因此行政长官才委派他与学生对话 林郑月娥同时强调 对话必须符合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并且批评学联坚持公民提名普选特首 是将市民作为对话筹码 33个和平香港行动发起组织 10月9日公开致信香港12所大学校长 恳请他们发挥社会贤打的良知作用 驯服权力而不是驯化民众 以道德勇气监督政府防范武力镇压 公开信还敦促香港政府拿出诚意 寻找解决政治危机的合理合法之道 香港战中争取真普选的公民示威行动 已经进入第12天 当天在街头的抗议人数有所减少 一位名叫莫绍文的前政府工作人员 自10月2号起已在金钟连续绝食八天 他表示愿意自我牺牲 作为公民抗命的代价 希望香港的民主能在全民谅解 全民觉醒中到来 我自己觉得我可以从自己开始 用自己的身体来牺牲 给所有人牺牲 如果没有这个师生 整个民主运动都没有绝成 而在旺角 9号多次出现战中与反战中人士 相互指责的场面 当天中午 一位持内地口音的男子辱骂示威学生 学生则以生日铸隔回应 与此同时部分示威者发起占领称小店行动 呼吁公众多光顾战中场地周围 生意受影响的小店 以此抵制当局对民众力量的分化 河北邯郸近期爆发数十家房地产商 无法偿还高额民间借贷利息而集体跑路的事件 涉及资金近百亿 导致当地房价不断下挫 出现大量烂尾楼 数千名受害者周三在市委外维权 他们打着标语要求政府做主 现场有大量警察戒备 内蒙古数百名牧民不满当局长期与企业勾结 垄断资源与物价 造成他们生活贫困无处深渊 本周三游行到其政府示威 要求当局补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同时向当局上书提出多项要求 内蒙古意义人士哈达的妻子辛娜 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当地的情况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 内蒙古西林戈勒盟 祥皇旗牧民上街举牌游行的照片以后 很着急 然后又看了他们写给政府的信 信是用蒙门写的 内容既不是抗议也不是呼吁 就是向政府诉说他们的苦处 比方说现在羊肉卖不上架 开矿以后牧民的没有草地 补贴不到位 四草贵等等 看了以后我非常心酸 在内蒙古在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生活越来越过分 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他才走上街头的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 在内蒙古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只不过是没有信息传到外边而已 前几年我就看到报纸说 西林格罗草原要以工业化为主 实际上这是政策导致的结果 这几年在草原开矿 开煤矿 把土地收回 盖房子等等 这都是官商勾结的结果 实际上这是腐败分子们 利益集团和当权者相互勾结 才导致了牧民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希望国际社会 关注我们蒙古人 第一层牧民的实际生活 也希望国际社会 敦促中国政府 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不要让我们少数民族 在自己的土地上 像奴隶一样的生活 我更希望中央彻底的塑查 内蒙古的这些贪官污吏 让我们蒙古人活得自在一些 不要像现在这样牛马不如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回顾12天来 香港占中公民示威行动中的 蓝网画面 我们一起去争取香港的未来 谢谢大家在这里 这时是要示威 香港人们 我们正在一人 在这个厉害的时刻 支持理解 鼓舞劝中国的人民 我希望他们是 一定要坚持下去 否则 政改 不可能有希望 我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只是 很安静地 站在这里 跟他们说 我们的诉求 我们什么也不做 可是他就 非常暴力 对着我们 本来如果说 他们星期间 没有那么粗暴的 大规模的 最内战 武力方式来镇压的话 真的 占中就是占中 但是由于他们做过头了 把占中变成了 占港 香港在殖民地时代 香港市民所拥有的 基本政治权利 其中包括 游行 罢课 示威 解决力 那么收回香港之后 殖民主义当局 保留给香港的 原来的基本政治自由 和政治权利 还在吗 这次战中 其实真正检验的是这一点 我是非常高兴 香港普通百姓 能多参加这个 占领 中华的运动 中国的媒体宣传 总是说 香港人们要爱香港 爱国家 不要捞乱 社会社会 不要影响交通 讲这些东西 他从来不把 战中的原因 来中去迈 向中国大陆的群众 讲清楚 香港这些学生 非常单纯 什么单纯 就是他们不能接受 被欺骗 他知道 香港回归 七八年了 香港人为什么接受回归 就是说 以前有个口号 叫做民主回归 回归之后 香港人自己当家做主 但是他们 一拖再拖 你看到17年 就是20年了 在这个政治改革的 这个议题上 香港的空间 已经被北京给压缩到 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有大规模的 群众抗争活动 才可以保持这种压力 香港民众要注意 人流休息 现在中共集团 在给他们搞疲劳战事 他们会扼杀香港民众 追求自由民主 理性的诉求 中共专制集团 它不可能放弃权力的 对你有清楚 中所周知 香港公民社会充分发育 经济发达 法治完备 言论自由 行政高效 公民整体数字较高 可说 香港常识民主化 已经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 就是中央开一条门头 让港人试一试 一人一票的真普选 如果习近平 正想把台湾纳落 一国两制的框架 正想探索 和足够推进 中国特点的民主制度 有什么必要 惧怕一国两制 框架内的港人 试一试征服选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部节目 我是石山 谢谢收看 再见